接下来带您来到高雄卫武营 欣赏影音光雕秀 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推出影音光雕的广想光雕秀 并以卫武营外墙长228米 高36米建物 打造亚洲最大剧院外墙3D光雕秀 见证表演艺术与建筑光雕全新结合 今晚主办单位进行彩排 璀璨炫亮的光雕表演震撼人心 外表就像一座幽浮大飞碟的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透过光影投射 呈现出各种丰富的音乐意象 令人目不转睛 魏武营这次展出大型户外投影光雕 与真人互动演出震撼人心 也将配合推出秋老虎音乐祭 邀请多个国内外知名乐团 包括金曲唱将吴浩恩 日本WASABI等乐团 演出世界各地的新音乐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这次光雕秀为2017亚洲剧院 最大外墙的移民光雕演出 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 筹备处特别邀请 20000上海市博会主持秀 《城市之窗》 多媒体音乐剧的创作团队 奇观艺术规划设计 汇集光雕、舞蹈、音乐、戏剧的原创艺术 以国际级制作 展现魏武营的情世、精神故事 时放新闻 黄慧如、曾正博 高雄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